我講泰哥恩人皮或是催眠的東西 然後我講我的歷程 因為可能有一些在座的大學生就是 可能在找尋自己的方向 或是社會人士 對,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歷程大概是怎樣 然後你錢不用找的 這是我的部落格名稱的前幾個字 對,然後我的部落格名稱很長 因為我為了搜尋關鍵字的關係 好,然後 這個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會看到的 對,這是一個捐換箱 對,那我下一張就是 這個是一個代表一個愛心 然後你賺很多很多的錢 就是你願意支助別人,願意幫助別人 那我覺得這是我現在很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呢 就是你錢不用找的 對我來說是一種態度 一種願意多付出,願意多給予的一些態度 那無私的分享無仇的幫助 是我最近很喜歡很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分享會讓自己更有力量 因為當你透過分享的時候 你會讓自己更了解自己 就是我願意分享的東西 因為當你越了解自己 你才會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對,所以請大家真的有機會 你們可以多做一些分享 做一些交流 對,那因為幫助會讓自己得到更多更多的回報 那我一直堅持一個信念 這一句話今天就是 老天爺在這個地方 如果我們要給你實質的酬勞 只要一個人持續的努力與付出 那有一天會從另一個地方把你所有你想得到的給不到 感謝你 不客氣 好,這是我始終相信的一句話 就是今天就像我很佩服阿楓 就是他辦這樣子的活動 那當你願意付出 你不知道到底會有多少人來 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能探這樣的場地費 或是探這樣的開銷成本 對,可是當你願意付出的時候 你不知道現在可能 或許是一個收支 沒有辦法平衡的一個情況 可是他也有可能有一天 會透過其他方式給大阿楓 或是交減這一群人 他們更多更多的幫助跟匯報 對,那是 這是我始終相信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 因為我的專業是可以做到一些很奇特的事情 比如說 就是 就是 撐一點先不用聊 我會一直聊NLP 先聊NLP 我可以做到一些很奇特的事情 比如說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 建立一個習慣需要多少時間 21天 21天嗎 還有其他嗎 21個小時 21次 21次 好 因為是社會人事 所以比較懂一些 或是什麼 對 你們知道嗎 對我們來說 建立一個習慣 或是 戒掉一個壞的習慣 對我們來說 你想要多快就多快 對我們來說是這樣 我們NLP專業裡面是這樣 我幫助朋友抽菸 15分鐘把它戒掉 只要他有意願 前提是他有意願要戒 如果他沒有意願 我這分鐘他都沒有用 對 所以對我們來說 催眠也是 我講催眠 就是你有意願被催眠 我們才可以對你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沒有意願的話 其實任何人想要催眠你是不可能的 除非 其實對你們來說 很多人其實現在 你確定你現在 不是在催眠之中嗎 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我跟大家講 其實催眠只是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為了要達到一個叫做 催眠狀態 那催眠狀態叫做什麼 就是你的五感會非常敏銳 你對於人的觀感 你可以接受的訊息很多 對那很多成功人士都會很常進入催眠狀態 這是我們NLP所研究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才會奪取一個叫催眠的東西 好 那我快速分享一下我的經歷 然後第一個就是要先認識自己 那這是我大學參加的一個校外新社團 他比較一樣 對那一個學校會教我大哥吃下飯 那我在裡面其實幹什麼的 就是做公關然後放不動 做公關放不動 對接觸人群 然後接觸人群是大學生 然後我們會辦很多很多業界的老師 請他們來演講 或是我們會辦很多很多的企業產黨 讓我們來做這件事情的 那應該在這個協會幫助我學習 開始開啟我大學探索自己的一個機會 然後也開始做很多的學習 然後下一個是瞭解自己 這是幹嘛 八盒 對在八盒 你看我生產可以八盒嗎 先吹剪自己 不是 我那時候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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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感謝 我那時候當然不會 可是其實當你願意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真的 在一個八盒身上其實都有需要你 因為他會有限制體重的事情 所以他一定要需要一些親的 對 然後我在八盒當中其實了解自己 其實我是一個很吃不耐腦的人 我不知道那時候為什麼 真的可能被催眠了嗎 我不知道那時候為什麼 我到時候 因為我們八盒層是靠在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常常接觸八盒層 他會有 濕力會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 這是物理 對那反作用力會造成你這邊 會痛 那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很痛很痛很痛去看醫生看中醫 很痛很痛 可是我每天不知道就是 下課之後 然後回宿舍 然後買麵包吃一吃 然後喝個東西 對 然後東西丟著 然後我就換上八盒裝 然後就去練八盒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對 可是我覺得在那邊 我開始認識很多很多的自己 然後也發現自己其實是 我覺得對我來說 在八盒當中 他找到一個 就是 所謂的就是一個 巔峰經驗跟巔峰狀態 的時刻 就是我在八盒當中 我去認識自己 然後接下來是 開始認同自己 對 這一張照片可能有點不太我一樣 我知道 好 那 這個是很瘋狂 這個是在武嶺 就是 合環山的最底端 然後 脫光 上半身 下半身沒有 然後就是 爽一下這樣瘋狂一下 然後這個是 嗯 因為我很好奇 焦點跟ATCC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有成家ATCC第六屆 然後當時就是 我們一群 雜七大發的團隊 然後 陳大英就是我的五個學生 對 然後我們在杜邦 杜邦是 你家百年的企業 然後在裡面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成長 對 那在裡面 我開始認同我對於企劃 那你越接觸越多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越知道自己不要那些東西 對 所以今天大家願意來這個成就這個聚會真的很棒 因為你會開始接觸很多很多的人事物 對 好 那最後一分鐘 最後就是成就自己 其實我真的很年輕 我七十七年次了 二十五歲 對 那我就開始已經在一堆 這是保險檔會 然後開始做一些分享 我們的專業 的東西 然後下一個是 這是我在幫大家做催眠的一個課室裡面 我幫大家直接做催眠 然後我們做催眠的用意是幹嘛 就是讓自己進到 前醫師 讓自己的前醫師 願意出來跟自己做一些互動 對 當你的表醫師跟前醫師 正在同一個步道上面的時候 你去做那種事情 會更有 動力也好 更有執行力也好 對 因為他要協助你去 補助你那些 你可能覺得你沒有的東西 那這是前醫師的力量 然後我們在探索這樣的東西 對 好 那再來這一個就是 我去 很享受啦 就是我領獎吃費 然後還去一個Vila 在墾丁 對 然後兩天一夜的招待這樣 然後那邊超好吃的雞翅 對 然後住這樣的 就是一個Vila的民宿 對 那這是我的工作 我們的表面上其實看起來 光鮮亮麗 但是我們實習一下其實 有很多很多的 一些辛苦的東西 因為畢竟在台灣 願意花錢出來做學習的人 真的不太多 對 因為大家都很願意想要讓自己 變得更好 那這一群人呢 又不會是我們的公司的 準來源客戶 對 因為我們準來源客戶 比較便宜真的受惠人吃的東西 對 好 那最後呢 就是放一張比較快樂的照片 對 然後你們可以Google 就是零錢不用照的 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會收到我的部落客 然後Facebook 我就明不改型 做不改型 明 對 然後就叫白凱張 你收信就可以收到我 這樣子 對 那最後這張圖是幹嘛呢 就是我們學催眉 學那種片 我們是幫自己 達到一個身心而一的世界 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是幹嘛呢 就是 當你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就會去做什麼 你不會有太多的顧慮跟限制卡住 你不會去做 那 以上是我的分享 感謝大家 好